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知名論時華指微的 我身邊繼續有唐忠信師傅 師傅 我們就為大家介紹福德宮 福德宮 你之前也說過 代表內心世界 精神享受 所以我們在認識她的時候 不能單單認識她的命功 即是外在行為 表面的表演 還要認識她的內心世界 才能跟對方好好溝通或合作 是的 沒錯 今集我們介紹的內心世界 福德宮是經過天璣聲 是嗎 是的 這顆天璣是主星 在福德宮的話 會發揮到天璣的特色 聽到天璣 觀眾可能都會認識 第一個印象 天璣聲是聰明靈理 靈活多變 轉數很高 是嗎 其實是好 覺得很好 但問題是如果過分了 可能會想得多了都不定 我們一天就要知道 天璣作為一個 一顆星在福德宮的時候 她作為藍斗第一聲 是為善 善的利用的情況 一定是空先答 當然其中一個解釋當然是善良 當然天璣好的時候 真的會比較善良 好心做很多好事 但除了這件事 最重點是說 這顆天璣聲是善變 善於插然觀色 能夠讓她舉一反三 聞一知十 即是善於轉型 尋找一些有利的條件 為自己鋪路 向上攀爬 所以這個善字 是陷意很廣泛 真是可吉可凶 特別是兒女的功友 天璣聲 反而父母要善於管教 引導 一般來說 天璣聲在福德宮 當然代表那個人 思想非常敏銳 但很容易令他心碎不靈 你想想那麼多 少許東西會引起你 一連串的喘測 你也很難平靜 突然間 可能他吃飯 想起一些東西 跟你聊聊聊天 他的思想又飄在其他地方 我們形容是思想跑夜馬 說明跑夜馬 不會有規律的一條跑道去中天 就是這裡去那裡去 就是天馬行空式 其他人都可能捉不到他想甚麼 他突然想起哪樣就想哪樣 甚麼其他人 他有時也控制不到自己 突然想起太多 你明白嗎 這樣這樣那樣 但他又不會說 我想完一樣才一樣 這是特點 想完一樣才一樣 其實這樣才好 只要他 起碼一開幾條線 即沒有步驟 可能我未完成 還未想完這件事 即是跳線 這樣 所以心碎不靈 就是這樣 還有興趣有很多 多到他喜歡 即每一件事都很容易吸引到他的興趣 但又易熱又易冷 想都不想得詳細些 這件事我喜歡 好不可以學 要學多久 即是不計劃的 喜歡就學 所以考慮便稍嚴就場 想做便做 這些情況 即是父母 即是遇上 那些小朋友 真的要好好忍耐 找自己的興趣 沒錯 興趣多也無妨 有些家長都比小朋友 學很多東西 有些人都可以 那就要留意 天璣是聰明的 聰明的人博學都可以 但問題是要留意天璣 如果落陷化技的話 他的興趣多 就變得多學而不實 反而要少些給他 即是不要太多 因為他就控制不了 而且做事 說到天花龍鳳 但要做的時候 就怕頭怕尾 這樣又怕 我們叫做什麼 即是說天難無敵 做的時候 他會有心無力 或者他有心有力 也好 他怕的時候 就不是能力的問題 可能想得太多 即是比較消極 因為化技又落陷 很難積極 這樣就容易轉了 牛角尖 多憂多慮 先天下之憂 優 優麻了無謂的東西 令自己很容易 為什麼呢 進退失據 輕的公拜瑞城 這些事情做得不成功 嚴重 就有神經衰弱 影響健康 所以父母就要看著 來管教 如果這些是老闆 你也挺煩的 你真的捉不到老闆 想些什麼 你不用捉了 你很難猜想些什麼 總之 有一個很好的應對方法 總之他第一次告訴你 要做的事情 你就 餓了就對了 先餓了 餓了 你一定有下一個想法 不過這樣 在我的經驗裏 天璣作為老闆 很多都做不長 所以你可能要找另一份工作 因為天璣的專注 沒有那麼強 是否比較難做一半生意 他那麼驚青 很快就做 要不就走了 退股 要不就退股 要不就退股二線 不要開肚子 要不就倒閉 要不就倒閉 所以天璣的老闆 如果你知道的話 可以去做相處的方法 就不是太難的